只有个小学生真是满肚子坏水 明明自己成绩万年到二 需要接大熊老底 本是同根生乡间何太极 老妈在地毯市找试卷的途中 竟有意外收获 一张巨额购物单 这只三天不打前列先发炎 也开始打草惊蛇 当大熊决定转移藏丝窝点 剧烈蓝胖子都不打算告诉 老妈正打算找大熊练练拳 却被盖上了红盖头 时光抱不尽的效果同搜无期 仅仅几秒钟 老妈就成了小学生 蓝胖子看似好心要帮老妈恢复 老妈直呼大可不必 烦恼还童业 傻子才又变回去 大熊还在寻找藏丝窝点 却与虎夫二人狭路相逢 今天的胖虎格外热情 就要送大熊一份大礼 事终有因必有妖 老妈误以为这是大熊的宝箱 一把打开 如此新鲜的食材 向着老妈直接扣在了大儿子头上 大熊好奇此人身份 老妈谎称自己是大熊七大姑家的 八大姨家的远房亲戚 也比丸子 还也长得像研制天花板的大熊老妈而自豪 可老妈在大熊眼里就是个金鱼眼 这儿子看来是不能再要了 直到这时 大熊才想起来宝箱的事 可小夫早就好心地 把大熊的宝箱送回了家 这是要出人命的呀 大熊火气火燎冲回家 老妈让蓝胖子保守秘密 蓝胖子拿出宝箱 大熊还单纯地问 老妈看过没 给蓝胖子整的都不知道咋回答了 老妈后期 宝箱里装的到底是些啥 可大熊买脑子想的都是赶紧藏好 老妈真是越听越气 大熊脑回路也是清奇 静着老妈帮找藏丝窝点 老妈是主妇 冰箱必然不行 厨房每一处安全 转站客厅 这更是老妈打扫的必经之路 就在大熊一筹莫展时 老妈给出了提示 老妈身高只有一米六 那么老妈不会碰到的地方就只有一个 这波分析 客男都不得不服 可当大熊藏好宝箱后 竟有意外之喜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本因为是老爸的私房钱 其聊老妈也好这一口 大熊觉得家里处处充满危机 老妈赚过蓝胖子 此地无银三百两室的藏好钱 给蓝胖子都整无语了 然而来到商业街 正巧碰到路木动漫发售 宝箱落入了老妈之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牛肉半价 皇冠买一送一 也就是说有哪个主妇 能扛得住这诱惑 宝箱又回到了大熊之手 其聊机会来得太突然 宝箱又落入老妈之手 可当老妈看到大熊化身热心市民 帮走失老人寻家 老妈还是放下了开启宝箱的手 因为大熊的善良 得到了美食奖励 大熊本想藏得镜香家 可你带着另外的美人来 这是要上演回家的诱惑吗 现在只剩下自己的秘密基地了 来到后山 遭过山路十八弯 终于来到了树洞 大熊热心地分享了自己以前的宝物 并分享了手中的宝箱 可当老妈打开的那一瞬 老妈惊呆了 只因老妈在商店内多看了一眼 就被大熊记在了心里 或许老妈也不记得了 但老妈养育自己十几载 老妈的辛苦自己都看在眼里 这就是那张巨额购物单所买的围巾 可老妈还没从感动中走出 就被一阵妖风破了局 围巾什么的全是障眼法 看着触目惊心地考卷 大熊竟然道德绑架 要拉勾勾让他跟老妈保密 老妈们想设局炸大熊 七六被大熊坑了 那么这场博弈 小伙伴们觉得谁赢了呢 不要走开下集更精彩 在未来世界 遇到坏事则会为自己积攒好运积分 当积分达到满值一万点时 你甚至有机会跟坤坤一起打篮球 大熊自出生便有着霉运体质 出门被球砸 走路掉深坑 最后再被一拉罐送走 这种每天来一次的倒霉三连 让大熊觉得自己这辈子 都只能是个废柴战武渣 小多拉只好拿出霉运积分卡 要凭借三角函数的精密计算 帮大熊一天改命 而这张卡会让人在遇到倒霉之事时 积攒幸运积分 虽然积分可以一点点使用 但也可以积攒到满值一万分 换到一个与坤坤打篮球同等的头角 大熊顿时姨妈上头 要把自己小时候没喝到的一滴盖奶 都给补回来 就在这时 老妈喊两人吃草莓大福 然而大熊一口下毒 竟发现自己的只有大福没有草莓 大熊顿时气坏了 表示这是哪个老六在偷工减量 然而下一秒他就高兴极了 因为区区一个草莓 就让他增长了12积分幸运值 小多拉以为大熊的霉运不会接踵而止 果然他还是太不了解大熊了 大熊入狱无良司机 让他的积分直逼20 下一秒 大熊被丝巾遮面 不仅屁股摔成了番茄酱 飞出去的鞋子又砸中竹子 直接给他抱了头 这波组合计简直哇塞 让大熊的积分瞬间涨到50 于是大熊决定先尝尝甜头 他跟上天许愿使用10积分 下一秒 小夫竟把刚入手的赛车强行塞给了他 两人二话不说就来到空地溜车 其料两人连赛车的基本操作还没掌握 胖虎就直接把脸对到了他们面前 用自己的铁拳永久借走了赛车 虽然大熊的幸福只有短短几分钟 却意外从胖虎这里获得了5积分 大熊顿时姨妈上头 哪里硬往哪里撞 哪里要命往哪里冲 而他也靠这拨完命的送人头赚到了150积分 虽然丢了半条命但他觉得赚翻了 之后两人来到甜品店投诉草莓大福美草莓 为了保住百年招牌 老板用整整一袋甜点堵住了两个吃货的嘴 可大熊的积分却直线下降 小多拉这才想起 积分卡会在遇到好事时扣除积分 但没想到 这只是个开头 因为大熊随手一摇 竟摇到了头等奖 换作平时 大熊必定会高兴到原地蹦迪 然而此时他却哭成了高压喷水枪 因为积分被清零了 从这之后 大熊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一件倒霉之事 于是他姨妈上头决定主动摆给 只见他用屁股主动挑逗狗子 既然上天不给大熊机会 他便决定自己争取 于是他从小多拉的备用口袋中 拿出了恐怖的梅韵徽章 顿时暴雨不断 铁桶朝着他的脑袋就砸 一招组合记下来 积分怒涨100 接下来的几天 大熊体验了什么叫生活在地狱 就连静香亲手做的爱心便当 大熊也为了积分不敢白瞟一口 当小多拉再次看到大熊时 他已只剩半条命 小多拉一眼看到了大熊胸口的厄运徽章 听说大熊靠着徽章一口气攒了8000积分 小多拉气到一把抢了回来 生怕积分还没攒到1万 大熊就人先没了 可奇怪的是积分却在疯狂上涨 看到此情景 小多拉顿时惊地说都不会话了 据他分析 即将到来的厄运必定是致命的 果不其然 电视上正播放着一则新闻 据专家分析 几分钟后将会有一颗足以摧毁地球的行星撞击地球 届时 地球上的生命将彻底消失 老妈想让小多拉掏出未来道具拯救地球 可小多拉只能抱着妙龄少女无助哭泣 眼看行星即将撞击地球 大熊的幸运积分也在此刻达到了满值 于是他二话不说就要给自己来个大幸运 只见一道金光直冲云霄 下一秒 行星之间发生对对碰 原本撞向地球的行星竟改变了轨道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奇迹 只有大熊还在傻傻地等待自己的好运到来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未来世界人类是可以用双臂飞翔的 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顶帽子 不仅让人类学会了鸟类的语言 还让体重足有250斤的喵背鸟类当成了同类 这天大熊与竞相约会 地点选在了鸟类聚集的湖边 大熊以为妹子这是馋肉 想抓两只给他塞牙缝 可他不仅出事不利 把群鸟轰回了家 还把约会圣地变成了射死现场 竞相顿时分手的心都有了 大熊只好求助小多拉 希望可以以鸟撩妹 小多拉正好有一堆带上 就可以成为鸟类同伴的小鸟帽 比如这顶弹性超棒的鸟子猫 套在脑袋大的火肤头上 不仅毫无违和感 还让体重足有250斤的他身轻如燕 大熊也想体验飞一般的感觉 可惜他过期牛奶喝多了 竞选了一头不会飞的鸡 直到他换了麻雀帽后才学会了轻功 他们来到镜香家中 小多拉从口袋中掏出一堆小鸟帽 最后选了一顶特别适合 撩妹的天鹅帽送给了镜香 看着漂亮的妹子 一人一猫缠得像个傻子 然而就在几人飞走之后 虎夫二人却出现在了现场 他们戴上帽子不请自来加入了队伍 然而下一秒胖虎就被迫练起了铁头功 用自己的身体对各种建筑狂风乱炸 原来他戴了夜行鸟类猫头鹰的帽子 换而言之就是白天是个睁眼瞎 小夫庆幸自己戴的是翠鸟 可翠鸟却有一个铃儿响叮当的名号古鱼之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只见小夫一个丝滑的入水 就搞定了今晚的夜宵 送走了这俩退学完偷到的 大雄三人在河中发现了一头受伤的绿头鸭 小多拉用仪器检测发现是翅膀受伤 便用医疗箱帮绿头鸭治疗让他满血复活 小多拉想让他去找伙伴 可绿头鸭却原地认起了爹 原来绿头鸭是群体牵移的后鸟 估计是因为受伤被同伴抛弃了 既然他的伤意至好可以飞翔 小多拉便决定把这个干爹的身份做到底 要亲自带队帮绿头鸭找到伙伴 与此同时 虎夫二人重新选起了帽子 可惜不是把树当成亲儿子的啄木鸟 就是只会学舌的鹦鹉帽 胖虎本来就够气的了 小夫还学着胖虎说话 小夫每学一句 胖虎的怒气值就怒增一点 终于再学了9972句后 胖虎还是决定能动手就别动嘴 另一面的大雄三人虽然不是鸟 却在教一只鸟如何飞翔 然而就在此时 虎夫二人赫然出现在头顶 绿头鸭顿十一斤 胖虎仅用一个眼神 就让刚才只想靠干爹的绿头鸭 慢慢在水上拍着脚皮 最后成功飞了起来 胖虎做梦都没想到 这年头当坏人竟然当出了成就感 之后大雄三人护送着绿头鸭一路向南 并发现了前方不远处的绿头鸭鸟群 然而虎夫二人却阴魂不散 为了不让鸟群被胖虎鹰吓走 三人决定让靖香护送绿头鸭 小多拉和大雄则留下来对抗胖虎 一场没有鸟类参加的空中之王对抗赛一触击发 此时的靖香已离鸟群越来越近 眼看成功就在眼前 空中却真的出现了一头干饭的鹰 只见老鹰二话不说干翻了几位空中之王 然后朝着靖香的方向飞奔而去 眼看绿头鸭就要成为午餐肉 两位猛男出现挡住了伤害 只见两人一鹰疯狂炫起 然而胖虎连老虎都能打成肉酱 老鹰自知自己不抗走 于是一脚地板油直接溜了 有些人突然有了人性 大雄也便顺道夸了几句 起料胖虎竟表示 我最擅长的就是见义勇为 好家伙 这脸上得胡了多少吨的水蜜才会如此厚颜无耻 而此时绿头鸭终于回归到了鸟群中 估计再见时已是明年的春季 直到这时大雄才发现队伍中貌似少了一个人 因为天鹅也要南飞 镜香它控制不住它自己啊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众树亲兄弟 坑人父子兵 大雄爷俩一个坑亲妈 一个坑亲弟 事实证明装逼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老爸爸挖的坑还得让大雄来填 大雄百米冲刺赶回家 瞧咪咪摸紧摸紧门 然而还是被老妈撞见了 告诉他也比良叔叔来做客了 但大雄只打了个招呼 转头出上楼求蓝胖子救命 原来大雄在买完菜回来的路上 抓蜻蜓玩嗨了 把购物贷和老妈的钱包扔在了后山找不着了 蓝胖子一听立马嚷嚷了起来 大雄赶紧把他的大嘴堵上 大雄没打算去派出所问问 他老妈已经上来查房了 羊羊连忙始终轻功躲到窗外才逃过一劫 为了警察叔叔也没有结果 蓝胖子突然带着大雄又去了后山 取出时空替换机和一只粉笔 问大雄把包扔哪了 大雄兜一榔头吸一棒水的 蓝胖子干脆直接搞起了圈地运动 然后把时间调到了20分钟前 购物带个钱包就回来了 原来粉笔圈住的地方和20分钟前的时空替换了 而且只要转到号码盘 就能去到更早的时空 大雄立马开始作死 一圈又一圈 转出了一片大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水花翻动 一只长颈龙跃出水面 张开雪喷大口 冲着两人袭击过来 大雄连马往回调 才没变成长颈龙的下饭菜 包饰找回来了 叔叔和老爸的话题 区变得异常悲伤 那是一个院子里的柿子树 还没枯萎时的故事 叔叔小时候想吃柿子 老爸尝了尝让他再等等 熟了就能随便吃了 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是一口毒奶 叔叔等着老爸放学回家摘柿子 老爸却在头学面前打肿脸充胖子 让他们尽管吃不用客气 一两个也就算了 可这是一传十十传百 大伙全知道了 一听可以随便吃 全都冲进去开吃 甚至还要打包带走 就这样一个柿子都不剩了 叔叔的内心是崩溃的 这哥哥是亲生的吗 这种怨念 直到现在两人都长成大叔了 还十分深刻 蓝胖子和大雄听了也悲从中来 这回大雄脑瓜开翘了 叫上蓝胖子做时光机回到了那天晚上 相信着有智者施景成的叔叔 坚持要给柿子树浇水 结果着凉了 只能跟着奶奶回屋 蓝胖子用粉笔圈住柿子树 刚要启动时光替换机 老爸又来了 后悔的睡不着觉的他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 祈祷能再次解除柿子来 蓝胖子按下按钮 柿子树变回了一天前的状态 老爸知道像牛顿一样被砸了 才发现满树都是柿子 他激动的原地抽风了半天 才跑去把叔叔拖了过来 叔叔看到柿子也开心的不得了 这下终于能吃到柿子了 果然甜滋滋的 大熊和蓝胖子见到这一幕 才放心的回去了 果然 这次叔叔和老爸聊天的话风 一下子就变了 两人回忆起柿子树重新挤满果子的那个晚上 都开心的不得了 两大功臣也被老妈叫了过来 一起分享又香又甜的柿子 就像那个晚上一样 对于老爸小时候的同学的白嫖行为 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呢 又是怎么看的呢 不要走开 下集更精彩 这上有一种难题 就是两本漫画都想买 可却只有一份的钱 这时 背后突然想起了蓝胖子的声音 大熊以为是错觉 可声音再次出现 腰瘦了 野猫竟然说话了 但这真的是蓝胖子 因为自己要忙着约会 所以就找了生物机器人当替身 可是怎么看都不像机器人 哎 您说对了 因为蓝胖子被野猫变成了机器人 这波操作实在是反社会啊 大熊取消复制头脑 野猫这才重新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所以说只要撞上复制头脑 万物皆可机器人 但蓝胖子便没打算寄给大熊 大熊只好日常午睡 老妈看大熊很闲 就决定让他当买菜跑腿工具人 说小学生闲 这是何方的虎狼之词 大熊凭借着影帝级别的枯戏 成功拿到了复制头脑 接着只需找到合适的载体 就会拥有一个代替自己的免费跑腿工具人 大熊将复制头脑贴上 四腿动物竟然站了起来 本以为会是个合合的实验品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大熊的复制体也是大熊啊 好的没学会 倒是优先学会了躺平人生 大熊只好鉴定决心 可苗星人溜了一圈又躺平了 大熊只好继续加大电波 终于唤醒了毛作为跑腿工具人的觉悟 蓝胖子以为这样大熊就能安心学习了 呵呵 你还是不懂大熊啊 苗星人买够了食材 可食材实在太重 娇小的身躯 又怎能拖动如此分量的口袋呢 但苗星人并未放弃 用自己娇小的身躯 加货物成功送回家中 大熊不仅抢了苗星人的功劳 还准备继续拆遣使用 蓝胖子好圆相劝 可大熊的猫不乐意了 一言不合 就对自己的育儿机器人动了手 铲平对手后 大熊带着猫出门了 大熊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又让开心翻倍 公园游玩双倍快乐 虽然开漫画 也是双倍的快乐 可白嫖老板不乐意了 至于接下来要去哪 那还用说吗 必须是找静香了 可球拍只有一个 一人一猫都想玩 静香都惊呆了 一人一猫只好准在空地 睡起了午觉 可美梦正相识 一声呐喊 虎子来想地盘了 苗星人有四条腿 毫不犹豫逃了 既然苗星人大难临头各自飞 大熊直接换了个新同伴 区区一拳 专上炮虎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人不要太嚣张 大熊鼓着掌 觉得这个同伴非常靠谱 可狗子的攻击值虽然报表 可以说到作业 还是谈作业色变 学霸站在家天天向上 下一秒 一头狗子就翻窗进入 他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学霸的作业 狗子一步步牢记解题步骤 然后自由落体离开了房间 看着狗子成精 学霸惊呆了 蓝胖子路过空地时 只见大熊不见机器人 听说大熊发展狗子自由发展 蓝胖子不淡定了 因为如果超过四小时 就会反客为主 也就是说 狗子会变成大熊 取代他的人生 蓝胖子的道具 果然厚劲很大 两人一路疯狂寻找 可狗子已离开学霸住所 小福虽然给出了狗子的情报 可两人赶到时 狗子已不在了 现在只剩静香家了 狗子确实来过 可惜肚子饿了 刚刚走掉了 此时的老妈非常不淡定 因为家中有头狗子 自称大熊 大熊赶到时 狗子睡得正香 两人想取回复制头脑 可惜为时已晚 狗子以反客为主 不仅自称大熊 还让蓝胖子站到自己这边 蓝胖子虽然不认同 但熊妈熊妈 已经认可了新的大熊 那么为了取回自己的身份 大熊到底应该怎么做呢